目法求生的第247天 我从老板口中得知 原来9号档铺所在的岛屿 叫沃龙岛 黑风矿大掌柜拿出1000箱物资 成功吸引了档铺老板 9号档铺正式被收购 虽然这家档铺并不属于我 但是这场收购的协议 我担任公证人 必须在我的监督和协助下完成 你们有没有意见 没有 没问题 请开始 好 档铺老板作为被收购一方 在黑风矿大掌柜出资1000箱物资之后 沃龙岛和9号档铺就正式被收购 你不得有异议 放心 不追购人出发松石绝不厚费 很好 黑风矿大掌柜 在你收购沃龙岛和9号档铺之后 你的1000箱物资 完全归属于档铺老板 你不得有异议 哎呀 这都是小钱 我根本看不上眼 别在这个时候打击人 那好 既然双方已经完全同意 那么请交换收购协议书 此协议一经交换 在我和视频前的小伙伴们共同见证之下 永久生效 收购仪式完成 请双方退场 哎 辉哥 当铺就这么被收购了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呀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没了当铺 也不知道去哪里学习技术 要我看就先跟着老板吧 等他安顿好了 咱们再考虑下一步的计划 行吧 辉哥 都听你的 有有有年轻人 不要瞎聊天了 赶紧把五子 军移到屋的大军上吧 大船 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啊 反正有的是无资料 去哪儿斗争 要是心情好了 就来过母鱼 访游世界之旅 想美事儿吧你 说不定在海上 遇到一场大风暴 什么物质都给你吹霉了 去去去去 敌什么分年话 不看你就是敌斗 吃不顾敌敌斗 干净干活 啊 终于弄完了 我的天啊 满地物资 连个瞎搅的地方都没有 哎 对了 辉哥 咱们的家具 是不是在乌龙岛没拿呢 呀呀呀 就是 光顾着帮老板搬运物资了 这样玉儿 我再回岛一趟 你就在老板的大船上休息 等我来找你 嗯 好 早点回来呀 知道了 从电梯这儿上去吧 直接上山还能快一点 哦 哇 还好这些家具都在 哎呀 我想什么呢 黑疯狂那么土豪的人 能看上我这些东西 真是让小伙伴们看笑话了 这大掌柜的在干嘛呢 老二老三了 我已经成功收购这座岛屿了 嗯 嗯 放心 他们压根不知道 这座岛屿底下全是银矿 咱们虽然出了不少物资收购 但是这银矿的价值更高啊 啊 OK OK 我现在这里勘探 等你们一起过来呀 我天 这卧龙岛底下全是银矿 难怪黑风矿的人如此大手笔收购 我们这是被框了呀 啊 不对 目前所知的也只有他们懂得开采的技术 也算是公平交换吧 唉 看来人家如此富裕 头脑真是不简单呀 不成 现在当铺老板下定决心养老 跟着他已经没有前途了 哦 可是这黑风矿 可是如日中天呀 要不接下来加入他们 嗯 心动不如行动 赶紧去试试 哦 黑年轻人 你怎么又回来了 那个黑风矿大掌柜呀 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 嗯 不错不错 能力出众 是个人才 既然你这么夸奖 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啊 我看大掌柜你现在独自一人 管理这座岛屿很费劲吧 不如 难道你的意思是 哦 我明白了 你是想加入我们吧 对 你们家大业大 跟着你们肯定还有前途 凭我的身手 是绝对不会拖后腿的 哦 哎呀年轻人 你有所不知 我们黑风矿 是一个家族产业 不会招收外人的 什么 不至于吧 现在末日来临 大家应该互帮互助呀 哼 那是你们的想法 互帮互助了这么久 还不是穷的叮当响 还不是穷的叮当响 呃 可是我们 好了不要说了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赶紧下岛吧 现在 这座卧龙岛可是我的 这 哎 你赶紧下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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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